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叫生理独立心 就是要成佛 为了要成佛 所以你要开始累积 你要开始就像今天你负责在香港盖一栋三十层楼的佛教大楼 你现在就开始努力了 你要收集钱 你要人际关系 怎么设计 然后每一层楼拜什么佛 终于把这一栋楼盖好了 这栋楼可能要用五百年可以度很多人 这就是你的责任 但是你的人格圆满的状态就是佛了 所以各位要开始建设自己的身口意 身体 嘴巴 心 要保持清静 保持大悲心 如流离一样 清静 不要有任何一个行为思想 不清静 而且每一个身口意都不离开佛的思想 要不断地这样想 要扑立心 所以不能有自己 学佛很委屈的 各位 有些人学佛 学佛干嘛 学佛就是要让你没有自己 像我刚出家的时候 我师父说 你们世间人 现在来出家了 叫培养身格 不管你在世间是老板啊 是什么扫厕所都不管 从今天开始 二十四小时 包括睡觉 你不是你自己的 你要按照完全的佛法经典 乃至师父告诉你怎么做 不能有自己 我爱我不爱 我喜欢我不喜欢 这一开始叫修苦行 修忍辱 板凳只能做三分之一 不能靠背 穿衣服走路 一切都盯得紧紧了 各位 这很重要 所以修行一定要跟老和尚在一起 他可以盯得紧紧了 你的思想在说 鞋子刺错都不行 筷子拿错也不行 然后你会觉得很痛苦 但是这个才是修行嘛 可以消除你的不好的习性嘛 所以我们这次也要办短期出家 在七月二号在台湾 下回在香港办 好不好 短期出家 痛痛离光头 因为短期出家就是要训练 训练 我们成为一个菩萨 能够懂得怎么带人处事 要重新教 好累 怎么吃饭 要出离自己的意思 所以我们升起了一个菩提心 以后再要升起什么心来 空心 就是没有自己 只有众生 没有一个真实的快乐或痛苦 一切都是组合的 因缘合合的 念下 缘起信空 对 这句话最重要 一切都因缘合合的 无自信的 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我的 要一切的 所以各位要多念金刚经 今天他们有哪一部金刚经 要跟各位结缘 要带在身上 好不好 保证你赌麻将一直输 所以你就不要赌 金刚经嘛 对不对 就有贪心都没有了 所以就是叫你不要有那种分别 金刚般若最强的东西 有了金刚经 就会超越所有的痛苦 所以他们包子里面 还有一只小转经轮 所以各位要观想转经轮 像我都用观想 有时候在飞机上没办法转 就要观想 欧毛里边边 欧毛里边边 对世界放光 然后把众生的灾难 通通吸进来 放出六波罗蜜 欧毛里边边边 然后最近下回来 会送给各位 一部华言经 六十万个字 六十万个字 现在印好了这么小 带在身上 这一转六十万个字 一起放光 各位太重要了 你一定要有信心 这个经典的语文跟咒语 只要有一个字 被风一吹 掉在那个骨头上 那个骨头 如果堕落地狱 整个地狱都变成莲花池 经典跟咒语的不可思议 所以说风马起 经轮 不可思议 所以各位最好 你身上 我们虽然没有什么功德 身上最好带多一点 经典咒语 就放在全身 在路上撞来撞去 然后风吹到你 底下人都得解脱 因为你身上有经典 有咒语 这一点太重要了 不嫌麻烦 像我都带着两包 人家以为我有胸部 每次就坐飞机 他摸到我有功德 我这里面都是经典 因为自己肉体 没什么功德 但是经典咒语有功德 刚入完 要带在身上 所以要佩戴解脱 也让别人得到解脱 所以有了普利心 要有空心 无我的 没有自己 只有三宝 只有众生 那有了空心以后 要加什么心 忍辱心 还不到空心 所以我们要忍辱一切 然后有忍辱心以后 再进一步什么 不退转心 永远都要成活 再大的痛苦 都要能够承受 要不退转心 第四个心 来 劝众生心 也叫射众生心 我们各位要积极 积极 像我现在嘴巴破 我老实讲 因为嘴巴破 一直讲 没办法 忘了痛就好了 也说那天 讲师父 你嘴巴快快 我嘴巴破 什么办法 以前钓鱼钓太多 然后又熬夜 对不对 所以没办法 但是不能因为这样 就放弃 还是要讲 像各位我多厉害 从一点现在 讲到现在 已经两点半了 都还没喝水了 我还真把各位睡着了 但是不能不讲 佛法的重点 所以有时候 你要学讲话 不要等有人才讲 没人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学讲话了 然后我等一下 要跟他说什么 你要意念 要开发语言三昧 要多祈求观音菩萨 或大悲众 让你开口成章 你能够表达佛法 佛法甚深 但是别人听得下去 才重要 佛法没有生根浅 对积就是对 别人能够听 但是那你就会讲 所以 那这个怎么办 那你就要 用制造方法 乃至用动画 我们最近 已经播了很久了 地藏本愿经的动画 有没有看到 还没看过的 举手 地藏 菩萨 本愿经的动画 哎呀 那要去中心 拿那个动画 赶快看 最近 又做好了 观音菩萨了 现在还做 观音阿弥陀佛的动画 那些动画很贵 对了一分钟 一万块人民币 九十分钟 九十万 九十万人民币 九十分钟 把地藏菩萨的六个故事 用动画 现在翻成英文版了 藏文版都翻好了 然后到全世界去发 然后现在还做了很多 五分钟五分钟的这些故事 那还有护生的故事 这个都是什么 善巧方便 不过 广东人就是喜欢听广东话 所以各位最好还是 你会念念念 就把这些佛教故事 用广东话 把它录下来 对不对 然后人家开车啊 会用什么方法 或是把那个卡通啊 佛典故事 配音配人广东话 对不对 配人广东话 这个全世界广东人多少啊 广东话又好听 对不对 很有亲切的感觉 不一样就不一样 广东人碰到广东人 一定讲广东话 就是亲切嘛 这个亲切就可以度对方了嘛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我做电视台 我就一直在找一面 那个讲广东话的法师啊 就不太容易找啊 有啦 有拿一两支片子给我 然后就不见了 他说没有讲很多啊 就是这样 你用广东话 讲很多佛教故事 讲华华经 华教地藏经 那还得了 我那天有 他们居士在 我用广东话念的地藏经 也很好啊 对不对 那各位 你就要把它拨 拨在你车子上啊 在海边啊 他们在钓鱼 你就拿出来拨啊 超度超度 那些海鲜啊 各位 佛经的一个字 一个咒 一个声音 只要到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地狱都变莲花磁琴 记住这句话 所以我们有那个责任 把它传到那个地方去 你就带着 所以有些菩萨很执着 身上就放了那个念佛机 拨得一大声 走到哪里 都是那个念佛机的声音 虽然好像很强迫 不过至少有悲心 但是各位 你要把这些东西送到 送到 所以现在 还有一个方法 做种子字 舍啊 什么欧玛丽 别没有 弄得很漂亮 穿得很漂亮 还亮亮的 你就走来走去吧 让别人看到吧 这个叫劝众生心 你要积极 还要积极一点 像我这个人 我师父就会想 我实在很懒惰 我这个人是公子哥 王库子弟 我在家太幸福了 太美满了 我没有那个心 想要去管别人的事情 甚至不想开口讲话 我不想讲话的人 但是后来我师父说 你这个人是废物 废物 讲得多难听 因为我上辈子的福报 我放那辈子福报太大了 或者我一听 我一想有道理 我师父这样苛责 我真正的道理 所以我师父说 你看我把你群名叫海涛海涛 我一直跟我师父争取 我的名字叫海一 一二三的一 多简单啊 闭关 这多快乐啊 对不对 我师父说不行 涛涛 海浪涛涛 永远停不下来 但是我还是一教奉行 我一定一教奉行 就像绝光当劳 每次看海涛法师 走遍全世界 天天讲天天讲 我看你都还不生病 不容易啊 他昨天还跟我讲 我说师父天天放生 天天咽供 怎么会生病了 对对对 有道理 所以他说你要尽量讲啊 要健康啊 老和尚就是这样 他就是看到你弘扬佛法 他就高兴得不得了 他们就是大赐大赔 所以各位要 要学我这样鸡婆一点 好不好啊 没事就在你家办法会啊 把你家儿子孙子通通过来 你要讲给他们听啊 为他们念大悲咒啊 或是把一些食物啊 鸟啊 蟑螂蚂蚂蚁通通过来啊 法会啊 像我都是这样 我每天都找请这些孤魂野鬼 大家跟着我啊 因为我们要天天办法会啊 超度 劝众生心 最后才圆满的念佛心啊 真正念阿弥陀佛 就要释滑着全部的心啊 祈求众生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各位把这十一个心背起来 好不好啊 来 惭愧心 第二 报恩心 第三 信心 第四个 因果心 要守戒律不失 第五个 出离心啊 要放下 要思维啊 第六个 大悲心 要同情众生 第七个 菩提心 要发成佛的愿 第八个 空心 要破我之才能够圆满菩提心 第九个 忍辱心 要忍辱啊 第十个 不退转心 第十一个 设众生心 第十二个 念佛心 然后 我们佛教是心灵的宗教 用心来改变一切 好 来 各位把人路到布里拿来一下 我们读诵一下 今天就讲几个重点就好了 因为等一下我们 他们余准备好了 就要放生 放生很重要啊 因果很重要 但是听闻佛法 读诵经典更是重要 我们通通要 请翻到第二页 忍辱大菩提 我们念一下这一页 这叫读诵经典 这是发菩提心经论了 念的时候 各位不是念给你自己听啊 来 念一下 普召请 我们召请更多众生来 听闻我们读诵经典来 多文天王 降临法会 听闻我们诵经 护法 护持我们 受苦的众生 也来得到 读诵经典的利益 来 好 我们要读诵经典 为他们念 第一来 菩萨 菩萨修界 不予身闻辟之佛供 以不供供 名善慈界 善慈界固 则能利益一切众生 一 慈 慈心界 救护众生 令安乐固 二 慈 悲心界 忍受诸苦 拔恶难固 三 慈 喜心界 欠乐修丧 不懈怠固 四 慈 舍心界 怨亲平等 离爱慧固 五 慈 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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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ead 不退还 故 八 持禅定界 离遇不善 掌禅之故 九 持智慧界 多闻善根 无厌足故 十 持清净善知事故 镀成菩提 无上道故 十一 持远离恶知世界 舍离万恶 八难处故 所以 把菩提心做菩萨 什么才是真正的守戒律呢 并不是说我不杀生不偷盗 这个不杀生不偷盗 五戒是个人解脱戒 非观菩萨 我只是不害众生而已 菩萨的戒律有三条 念下来 舍利于戒 就是愿断一切 什么戒律都要守 第二个来 舍善法戒 就是什么好事你都要去做 你不做就犯戒 第三个 饶益有情戒 就是什么众生你都要度 你不能说我只度人 我不度狗 我只度狗 我不度猪 所有有情众生 这个叫什么 念下 愿断一切恶 愿修一切善 适度一切众生 各位每天都要念这三句话 每天都要念 为什么擦香要擦三根 愿断一切恶 愿修一切善 适度一切众生 每天提醒自己 为什么吃饭 每天吃饭 吃菜之前不能夹菜 一定要先夹饭 愿断一切恶 愿修一切善 适度一切众生 今天三口小饭 吞下去 然后再开始夹菜 吃饭也是不离开菩萨界 这是大乘最重要的 这三句话 这个就是所有 就叫三聚境界 所有的断恶 修善度众生 你都要圆满 你才能够成佛 所以这就是菩萨 修戒律 不跟阿罗汉 辟之佛一样的 不共 就不跟他们一样 这才是真正的 善持戒 真正能够守戒律 所以善持戒 才能够立一切众的 第一个 慈 慈心戒 所以各位要观想 弥勒菩萨 每天给人快乐 嘻嘻哈哈 制造快乐 好吃的 各位 吃东西好吃 重不重要 太重要了 吃东西难吃 真是虐待人 所以你一定要把最快乐的给别人 穿得好看 声音好听 给人家好吃 讲好听的话 就是要给别人快乐 救护众生 令安乐 让他平安快乐 一只鱼也好 一个人也好 一个鬼道也好 我们要令他们快乐 让他们离苦 叫守持的 这个慈心的戒律 离开慈心 就犯戒 第二 持悲心戒 我们要大悲救苦 所以你要救苦 那你要受苦 要受苦受难 所以呢 忍受诸苦 拔恶难苦 下地狱啊 陪他生病啊 到监狱啊 各位去住念 念到嘴巴活龙没声音啊 不管你做什么 昨天 我们为了要做焉供 一大堆 愚供菩萨下雨啊 下雨啊 怎么办啊 大家很苦啊 大家都回家睡觉了 他们还在忙 忙啊 整理啊 整理啊 这样 各位丢了一大堆东西啊 总有人要留下来整理啊 那你为了要利益 种什么 养狗也好 养牛也好 养猪也好 听说我们香港 有人在救牛 对不对啊 哎呀 那很伟大 各位要 凑凑钱啊 帮助他 牛一个月 吃少在台湾 至少就三千块台币 一百块美金啊 一只牛所吃的东西 啊 你要想尽办法 帮助他们啊 啊 所以 慈悲心戒 那这各位 这个 海边有很多人在钓鱼嘛 为什么 因为鱼没有东西吃呢 只好排到海口来 就被钓走了 所以各位就要每天 负责丢面包啊 对不对 丢这个 鱼所吃的食物啊 希望他们能够吃饱 第三 慈 喜心戒 喜就是不嫉妒 劝乐修善 不懈怠顾 不要 不要懒得跟人家说 要劝别人得到快乐 要劝别人 修善法 要好心 绝对不要默不关心 所以各位 麻烦你家那一栋楼 都你负责了 好不好 现在我封你做住持 你们那栋楼 你就住持了 你要开始 楼上楼下开始跑啊 附近的医院 也是你的道场啊 市场也是你的道场 那一区的轨道 通通找你 哎呀 你要每天为他们撕死啊 点个烟共粉 撒个甘露水啊 我们要这样 努力 而且要劝别人 也一起努力 我那天在英国 我觉得不错 有一个妈妈 我在餐厅吃饭 他说我们中国人 那我就带过来 他说师父啊 我这个儿子 看你的DVD以后 天下每天拿着饭 就在念便食 说可以吗 小孩子可以吗 鬼会找他麻烦吗 我说你这个妈妈 真不懂 你这个儿子是菩萨 佛经说了 同男同女 来施食 小朋友更快乐 小孩子很坚定 他妈妈怎么念 他还是做 简单的做 我就跟他讲 好吧 英国所有的小孩子 都靠你度了 但是永远就要帮助 小孩子 人有善根就是这样 小孩子就愿意了 他认为他应该要做 他懂得就应该去做 所以到处都有受苦的动身 所以此喜心结 要很喜 就是一种热心 积极 而且别人在做好事 我都喜欢 这边在盖寺庙 这边在印佛经 这边在办法会 我们都要劝人家去 以前我有几个同学 办水路 人家又在办水路 那不要去 多读佛经 我说你完了 人家水路法会 可以超度很多众生 你怎么叫人家不要去 没有用 那个法师在搞钱 法师收钱是正常 超度那是鬼的事情 你怎么可以不随喜呢 有些人就是不随喜 盖塔盖塔盖什么塔 西藏啊 不用盖 完蛋 人家下地狱 只要是佛塔 管它是缅甸的印度的中国 是佛的塔 各种文化的 我们都随喜 好为好为 对不对 出一点钱 出一点钱 也劝人别 这好事 这好事 这叫慈禧心戒 劝人就算 不懈战 不能说 我的钱出完了就算了 自利还要利他的 引导别人 大家一起来做好事 第四 持舍心戒 就是说 你不能只爱这边 不喜欢这边 怨亲平等 怨亲平等 你不能只关心你的儿子 不关心隔壁那个小孩子 佛法的利益 每个人都要 要离爱会骨 要脱离这一点 各位女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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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的嫉妒心 执着强啊 就不太容易 要平等心 对不对 爱老公爱得要死 恨他也恨得要死 这个就比较痛苦了 对不对 但是各位要 无所谓 无所谓 只要是人 都是我度的对象 无分别的 也不能太执着 自己的儿子 哎呀 儿子在英国读书 怎么办啊 天天回向给他 这样 因为你只太执着他了 你的感情就会错一落 所以就没有舍 舍就是绝对平等 冤亲平等 不能太恨 不能太爱 没有恨 没有爱 有情众神皆平等 要守这个戒律 第五 除了修这个四无量心 还要六波罗密 第五 慈慧失戒 所以你要布施 才能够调服众生 教化调服 诸众生 你要先布施 那只狗你布施给他吃 他给你摇尾巴 你再给他 有结编冲 今天有结缘品 今天晚上发 一个人发一个佛塔 好不好 里面还装账了 佛塔 塔可以放在 放在车子上 或放在家里 我前面没有 哪一个来 还有一些结缘品 有结缘品 大家就很喜欢 慧失戒 这样呢 去布施 才能够调服罪方 第六 慈忍辱戒 所以不要爱生气 不要急性 要心肠柔软 无会持骨 有些人很喜欢 做善事 但是脾气可大了 对不对 脾气一大 又做不了大事 要修忍辱 第七 慈精进戒 每天累积功德 善业日增 不退转 不退还 每天失识 每天念经 每天回向 每天想办法 累积各种的功德 有没有 但念无常 圣物放育 普贤菩萨做的 四日已过 来背一下 四日已过 宁欲水减 如少水鱼 失有何乐 大众 当勤精进 如旧头燃 但念无常 圣物放育 所以每天都要念 这个普贤 颈重记 警惕我们 哎呀 这个时间 一滴不断地过去 生死无常 就要来了 那我们累积了 多少的善业功德 我们精进的 内心的清净心 慈悲心 秀得怎么样 第八 持禅定戒 然后要离开 欲望不善法 什么禅定 禅定就是守护你的心 不要让它有 不好的想法 欲望的想法 要调伏自己的心 增长各种禅定 就禅知 就各种禅定的方法 念佛 呼吸法门 持咒 三昧法门 各种 修行的 心灵禅定的方法 都要修 增长禅知 但是首先 不要让内心里面 有那个不好的想法 第九 持智慧界 所以各位要 多听闻佛法 深入精障 多闻善根 无厌足顾 看华音经 看法华经 各种的经典 好的论 都要看 在香港 我觉得很不错 很多很多 法师上师 来这边 传法 红法 只要是 你了解 是个善知识 稍微了解 就应该清紧 听闻 听闻以后 多思维 然后佛教图书馆 那是佛教书局 也有很多 这方面的书 各位要多看 我唯一的 我唯一的优点 就是很喜欢看佛经 我们都发愿 做穷书生 什么都不要 就是有这些经典 但是经典 让你看目的是要 布施的 看完以后 如何让别人 能够了解经典的精髓 所以要这个 智慧界 无厌足 第十 持亲近善知识界 为什么 你要成佛 做成菩提无上道 你一定要亲近 这些发菩提心的善知识 如果一个人 没有了老师 没有了善师 这个人不可能成就 所以各位 这一点一定要 那么在这个世界上 有这么多善知识 也经常到我们香港来 各位要多去亲近 我们创果仁波切 我们有很多 大善知识的 经常来这边传法 各位要 现在有电脑 也很容易 现在大宝宝 都用卫星直播 他在那边讲法 你这没有电脑 就看得见了 你看不见 叫你儿子转给你看 他们现在都会电脑的 然后呢 这里面就要讲一些 圣神的 是菩提教法 第十一 持远离恶知世界 这很重要 你不要讲感情 如果这个修行人 他不是一个善知识 他有很多缺点 甚至没有发菩提心 你一定要离开他 你不能说 哎呀不好意思啊 我师父对我很好啊 不能讲感情的 因为这个恶知识呢 他不跟你讲空性 讲菩提心 他讲了一些分别性 哎呀这个就好 那个不好 来我这边就好 不要去那边 那你就要赶快远离 因为你如果到那边 你的菩提心就不见了 空性也没有了 所以一定要持这个远离 恶知识的戒律 该断就要断 该放下就要放下 就像我们出家人 我们出家人没有感情的 道人无亲 各位记住 不能跟出家人 谈感情做朋友 不能够这样 出家人是我们追求法的 所以我一般跟信徒 也不太接近 我也不远离 也不接近 因为要平等 我不能说 哎呀就这个信徒跟我好 那个信徒不能这样子 这样我就有私心了 然后呢 大家日久生寝 这下就惨了 那就完了 就不用再讲下去了 爱到法师旁边有女人哦 那这下就 就没得演了 所以各位这一点要注意 我经常跟年轻的法师 拜托啊 拜托啊 怎么样了 旁边不能有女人了 我们要对所有的信徒慈悲 可以啊 要不然要红法 但是不能 不能执着 不能呢 有这样特殊的 不应该 因为呢 我们是属于众生的吧 所以呢 那如果 这一位 这位师父 他有这个问题 那你也不是散 因为他有私心了嘛 有私心了就不好 因为他有 他有特殊的感情对象 会有金钱的执着 这样就不好了 所以你要 要持 远离恶知识 什么叫恶知识 是他没有狐狸心 没有空性 他就变成恶知识了 所以我现在发现 很多奖金哦 在台湾 在家居士 哇 很会讲 讲得很好 但是他们心中 没有出家人 他没有师父的 甚至批评佛教 批评得很厉害 那台湾是宗教自由啊 所以随便他出版什么书啊 乱七八糟一大堆 所以有些信徒问我 我就会问说 那这一位 讲师他的师父是谁啊 他有没有发菩提心啊 如果有 如果没有的话 你虽然他文字 讲得很好 他会害你的 他就会批评别人 批评出家人 批评三宝啊 就讲他自己好 如果你看一本佛经里面 有批评到 有哪一本佛教的书 有批评到 其他的宗教 或批评的 甚至批评天主教 基督教 你都不能看 地藏十轮经里面讲 这些外道 有些都是佛菩萨事先来的 所以有批评的 你都不要看 原始佛教好啊 这个祖师法门不好啊 这个你也不能看 念佛好啊 持咒不好啊 这个你更不要看 持咒好啊 那个显教不好 那你也不要看 为什么 因为这些叫恶知识 这一点各位一定要注意 因为现在很多书 到处都是 谁都可以印书 免费送啊 到处 然后呢 很多人 大家就拿来看 然后这些思想 都出问题了 所以 每一位出家人 他对所有佛陀的教法 小称 大称 密称 各种宗 各种教派 都是平等的 都是很重要的 不一样的根系 不一样的人 他适合修 不一样的方法嘛 这个人适合修解脱道 修识念处 你就让他修识念处 你不见得要叫他 修密宗啊 持咒 因为他修得很好嘛 他这样就可以解脱了 我们欢喜 但是如果说 以他这个识念处 就说我们念佛不好 那这个就不是善知识了 作为一个老师 他应该包含一些 他做个人修行 你要一门深入 那是你个人的事情 我们都随喜 但是做老师的人 既然你是法师 那你要对佛陀的 所有的教法要了解 这是基本的 而不是说 我是写牙科的 我什么都不要学 你学牙科 你要整体医学要懂 然后你来学牙科 可以 你不能说 我只懂牙齿 其他我都不懂 至少你配什么药 他有什么感冒 能不能配这个药 你要知道嘛 所以这一点 特别在修菩萨道 这也是目前 这个社会最大的痛苦 恶知识太多 末法世间 邪见者太多 所以这样你才可以 舍离山途斑 不然一忙影中忙 你要亲近二知识 就会堕落三个道 出生在佛教的边地 下辈子 下辈子你一出生 可能脑筋很好 但是你没有 听闻佛法 因为你接近二知识 你就会出生在边地 所以这个就很重要 再来各位翻到 我们就跳着讲 跳着讲 第六页 倒数第三行 作为一个菩萨 在修忍辱 他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 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才是在修忍辱的人 这个叫菩萨修忍辱之相 第一 我们念下来 一 菩萨摩赫萨修忍辱时 常乐观察 生死罪过 所以修忍辱的人 他不会关心别人 对我好不好 他想说 我这个东西 会不会跟生死轮回有关系 而且生死轮回的痛苦 他关心的是这个 所以他对于世间的这些东西 他能够接受 所以菩萨修忍辱 他的目的也是希望 众生能够离苦得乐 今年你打他骂他 他都可以接受 他只是希望你离苦得乐 生死轮回真痛苦 所以一个人修忍辱 他不断地要去思维 这个生死轮回的痛苦 他自然能够修忍辱 第二 乐修法行 勤于精进 所以修忍辱的人 一定会按照佛法的教育 去实践 叫法行 法随法行 要背 念一下 清净善事 听闻正法 如理思为 法随法行 所以清净善知识 听闻正法 然后去思考 你才会随法而行 知道苦空 我的道理 知道普利心的道理 而且很认真 这修忍辱的人 他的努力 他的努力都是在于 推广佛法 修学佛法 推世间的东西 太冷太热都没关系 只要有佛法就好了 这才能够修忍辱 第三 读诵书写 如来正典 这一点非常重要 现代人懒得写了 打电脑就懒得写了 你就没功德了 所以各位 经典要抄 要读 要背 抄写大悲咒 抄写地藏经 一字一字的去抄 最有功德的 所以要读诵书写 如来正典 第四 供养师长有德之人 这个就是一种 忍辱象 因为他求谦虚 他希望三宝加持他 所以他不断地供养善知识 供养有道德的人 第五 能沾病苦 修于慈悲 粘敏于切 所以修忍辱的人 看到别人生病了 他会去看他 照顾他 而且不断地修行慈悲心 怜悯所有痛苦的众生 这才是修忍辱的 所以各位 本来就放生 苦不苦 放生 大部分 像各位偶尔放一次很快乐 天天叫你去捣鱼 天天叫你去照顾那些牛 那些鸡 你可能说我不要来了 太痛苦了 但是做个菩萨 不能退转 每天做 每天做 所以能沾病苦 修一次的 天天做私食 天天做焉供 天天想办法要利益众生 怜悯一切众生 第六 修忍辱者 见苦恼者 能令远离 看到忧苦痛恼的人 我们要如何劝他 要示威空心 要放下 甚至先布施 先让他离开痛苦 然后进一步引导他 如何如何 所以所谓忍辱就是一种修行 今天各位不缺钱 干嘛去做乞丐 修忍辱就是说 你虽然很有钱 还要叫你去做乞丐 你才能够接近别人 你虽然家里是做老板 还要叫你去做业务员 叫你去门口拉客 这个叫忍辱 不会因为自己条件很好 就高高在上 这个意思 所以见苦恼者 还要想尽办法接近他 让他远离苦恼 第七 什么叫修忍辱 常乐出家乃至尽寿 希望一辈子都能够出家修行 家是个苦恼处 爱然处 能够出离自私爱然 走入世界精进修行佛法 多好 要生起这个心 修忍辱 所以各位 佛经说 家庭是逼迫处 我们的家就是一个逼迫处 本来就很痛苦 所以你要修忍辱 既然是逼迫处 所以什么你都可以接受 因为你的心是出离的 我的心 只想出家 所以世间的事情随缘吧 所以各位 以后你老公搞外遇 可不可以接受 可不可以接受 对 不要再抱怨 讲不出口 我才不要了 因为你的心是在极乐世界 所以没关系 你的心是在寺庙 所以没关系 你常乐出家 乃至我希望我一辈子都这样过 所以对世间的东西 你都可以接受 生儿子干嘛 培养他做和尚 培养他做菩萨 都可以 不是执着他 第八 如何修忍辱 来 持戒精进 摄持六根 所以各位要控制眼睛 不要好色 控制耳朵 不要爱听 控制鼻子 不要贪图这些变化的东西 要控制好我们的六根清净 要守好戒律 我到现在还不会玩电脑 有时候我觉得电脑也不错 不过有时候都会看到别的地方去 不太容易的 因为里面有诱惑力 所以我都叫别人弄好再给我看 我就不会看到别的 因为它上面有一些图像 所以各位这很危险 就像你在房间给你摆布电视 你就会从第一台看到最后一台 就浪费多少时间了 然后眼睛又红了 所以你要不要就干脆就放个 放个佛教的 那其他都不敢看 所以你要控制 现在这个时代很难 很难 所以我经常告诉女人 不要穿得太性感 拜托好不好 这也是扰乱别人六根 弄得你很有钱 男生很有钱 女人很性感 哦 怎么样怎么样 那这些东西会让别人心不清净的 所以要了解 第九 如何修忍辱 不令得起烦恼因缘 灵舍生命终不毁戒 所以一定不让自己起贪嗔痴 这修忍辱 不令得起烦恼因缘 而且呢 我再怎么样 死的都没关系 不要破戒 前面讲了 慈悲喜死 四无量戒 六波罗蜜都是戒 绝对不能污损戒律 但是你不能说 我是讲大秤的戒律 所以我小秤的戒律 就不要守 错了 修大秤的人 更要小秤的戒律 要清净 解脱道的戒律 要清净 才能够讲大秤的戒律 这是基本要了解的 如果说我们修大秤的佛教 就对小秤的戒律 都没守好 然后人家更会毁谤佛法 第十 如何修忍辱 来 若他有事 乐为引领 就是别人的事情摆在前面 自己的事情放在后面 别人有事 我先处理 你要吃饭吗 你要买什么东西 我想很多信徒看到 师父要什么东西 他跑得很快 去替他买 这个心要拿来服务 更多更多人 我师父也常跟我讲 出家以后不要做拼拌棍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在家很会做菩萨 出家就坐在那边 等信徒供养 那你就死了 出家人更要 要赶快 我能做什么 能够帮什么 有时候别人帮你 也只是说 我很感恩让他修福报 我自己在这边 很精进地回向给他 可以 你不能等着对方 给你东西 然后出家以后 变成什么都不会做 因为都不会 没忙过 所以各位 对别人的事情 要积极 要努力 所以有时候 出家久了 我师父常久 出家久了 最好又重新来 下下厨房 帮人家扫地 要随时都吃 像我跟我师父 住在一起 是他煮菜给我吃 他炒菜 大家要吓坏了 海涛师父炒菜给你 我说我不会炒 不是我不会炒 是我炒到我师父不吃 所以我负责买菜包 我负责 师父负责炒菜 我作为引进 师父敲木鱼 因为都要会 所以要学习那种热忱的习惯 若别人有事 乐为引领 把别人的事情 放在前面 这叫忍辱 第十一 常有惭愧乐赞忍得 自己有惭愧心 然后赞叹修忍辱的功德 第十二 为调众生 堪忍众苦 为了教育众生 愿众生学佛 各种的痛苦都要接受 所以作为一个菩萨 不分在家出家 各位每天 拿一本地藏经 白化的到处送 到处送 然后哪里有寺庙 素食店就帮他送去 对不对 素食的利益 他们喜欢什么 我就给什么 积极吧 因为这个社会 这么多人 还没有机会 接近佛教 所以我们要 想尽办法 来让众生有机会 听到佛法 像香港海鲜店那么多 所以各位要经常 到海鲜市场 去念佛词咒 好不好 撒干露水 装了一副 要买的样子 你买回来 就把它火化了 把它超度了 不是把它吃掉 但是你要想尽办法 要去那边 第十三 于怨上人 忍于恶事 旷富亲所 所以对你的敌人 你都能够接受 他对你的伤害了 何况是你的亲人 所以各位 你要对你的亲人 要特别好 你的爸爸妈妈 你的先生太太 你要更忍 连这些敌人 伤害你 你都能够忍了 你的亲人 你怎么可以不忍呢 所以一个修行的人 如果他跟亲人的关系不好 要检讨 可能你修的不好 所以各位 你的老公有外遇 对你不好 你要对他很好 这就是你修行的功课 你一直忍 然后就消业障 你越抱怨 然后就业障消不了 下辈子 你还是嫁给他 继续他虐待你 因为他要虐待你20辈子 这是缘嘛 所以那你要很欢喜 接受就消业障了 还要向他忏悔 所以修忍辱人 不能说对外面忍 对自己不忍 意思是这样 第十四 来 能忍恶称 一众生称 二非众生称 所以别人骂你 生气你 你都要接受 就像我们老实讲 我们在放声跟做火供的人 要被骂到天亮 你知道吗 要习惯啊 习惯啊 每次人家又在讲 我就感觉 当时没听到 免得他看到我不好意思 又在骂海涛法师 说在做火供啊 干嘛 然后又要放声了 但是都没关系 你就听听就好了 对不对 赶快回想 非众生称 包括这些 天气变化 你都要接受 环境太冷太热 你都要接受 包括这里面讲的 鬼道 鬼道 动物道 这些也是众生称 今天你度他 然后他没吃饱 他就继续敲你 拜托你 让你头痛 哎呀 赶快布施就好了 有些人说 我对他那么好 他们干嘛还找我麻烦 因为他不找你找谁啊 你跟他有缘嘛 再来是你懂的 这个施食的方法嘛 所以你还是要 对他布施 第十五 修忍辱 舍己乐据 令众得乐 就是你把你自己 得到快乐的这些钱啊 东西 布施给他们 令他们快乐 然后呢 这也是修忍辱 第十六 不念多恶 不忘扫善 所以这些伤害你的人 你不去讲 而且对你有一点点好的 你永远都记得 要转化我们的心 第十七 远离两舌 前后莫然 这句话最重要啊 别人在讲别人是非的时候 你不得不离开 但是你千万不要 就是说 听他讲 然后让他一起讲 前后莫然 所以别人批评你也好 我听到别人在批评 在你前面或在你后面 你都静静地不回答 你去回答他也没有 你一回答他越造口验 所以叫前后莫然 第十八 不说笔短 说烦恼过 令众得离 不要去说别人的缺点 我们要讲什么 要跟众生讲的是 烦恼的痛苦 你这样子的烦恼 贪生痴啊 会很痛苦 希望不要去造这个烦恼 而不是说 去数落对方的缺点 这个意思啊 第十九 他所不喜 不为说之 他不喜欢听的事情 你不要再讲 特别各位有家庭 老夫老妻啊 天天讲来讲去啊 十年前的事情 到现在还在讲啊 千千万万记住 不要讲 千千万万 台湾话叫 不要那个重复的事情 一直讲 一直讲 就是事情过了就算了 过了就算了 他搞几个外遇 是他的事情 现在好就好 他以前曾经对你怎么样 那都过去了就算了 不要一直讲 第二十 净身口意 了诸罪业 所以我们要净化 净化 什么叫净身口意 叫修食善意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音 不妄语 不两舌 不其语 不恶口 不其贪嗔痴 然后呢 消除恶业 所以在这边 我希望各位多念 那个地藏菩萨 灭定业证言 念一下 还有观音菩萨 灭业障 也很重要 所以一方面念 百字明咒 又念 敬三叶咒 二方面要多念 灭业障咒 灭定业咒 为众生 为自己 再来 若克烦恼因缘 作罪 作以惭愧 心生悔恨 如果你自己本来不起贪嗔痴 什么叫克烦恼 就是别人外念的环境 引起你起分别心的 而造了罪业 哎呀 做完以后 自己就觉得很惭愧 内心有悔恨 这样修忍辱 所以呢 菩萨修忍辱之相 有这一些 然后呢 希望各位啊 多看一看 然后后面 来 我们再翻一下 把握时间 讲一些重点也好 来 干脆看这一面 好了 有没有 写在最后面 有四句修忍辱的祭语 来 我们念一下 来 若欲为众生 作诸归一处 令生无畏心 忍辱罪第一 能行忍辱者 见者皆欢喜 冤家舍独心 皆生清有享 一切诸如来 成就平等心 众生所归一 皆由行忍故 事故诸佛子 欲求无上道 唯物作医子 当坚固忍辱 大萨哲 尼泉子 所说经 这一部经 我们 佛陀教育中心 有印 太重要了 而且 这一部大萨哲 尼泉子 这个尼泉子 是个外道 但是事实上 它是一个佛 来实现的 所以呢 尼泉子 特别跟这位国王 讲了 每一个佛的功德 三十二项 八十随形 十八不共法 所以你要了解佛的这个功德 也在这一部经里面 各位你要讲说 哎呀我没看过 好可惜 我想办法 也要把这一部经找来看 要生起这个 这个追求 分分秒秒的追求真理 特别这部经 对现代的社会 有很大的帮助 那里面讲了 如何实现六度剥夺命 三十七道品 所以这里面 特别讲到 忍辱 若欲为众生 做出归一处 一个菩萨 就是希望每个人 能够 你能够影响他们 学佛 什么叫归一处 依靠你而得解脱 叫归一处 你这个人应该成为 众生的医护 哎呀 因为 你的存在 让他们能够离苦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个 众生能够 医治你 认识你而离开离苦的人呢 令神无畏心 看到你就不会怕了 一只狗要被杀死了 一只鸟要被射死了 看到你就不会怕了 因为你保护情 那你要修什么 首先你要修 忍辱 忍辱最低 有一只鸽子 要被杀了 然后飞到 涉利佛旁边 还会发抖 然后呢 走到佛陀的 影子就完全不发抖 那涉利佛就问佛陀说 哎呀 佛你也是欧罗汉 我也是阿罗汉 为什么 这只鸽子 在我面前还会发抖呢 佛陀说 你是欧罗汉 但是你还有称慧的习性在 佛已经完全断除 称慧心 圆满悲心了 所以这只鸽子 在佛陀的影子下 暗定了 所以我想 各位 特别我们现在在超度 我们很喜欢超度 很喜欢放声 那你一定要 不能爱生气 你要修忍辱 你才有那个力量 众生敢过来 接受你超度 如果你还会排斥别人 会喜欢骂 他就超度不了他 能行仁辱者 见者皆欢喜 修仁辱的外表就长得漂亮 很有人缘 很有福报 因为如果你要度众生 你不修仁辱 你就不能度众生 所以前面有想到 修仁辱的相专言 辩才好 福报大 人缘具足 死后生前 不修仁辱者 口才不好 面貌丑陋 人缘不好 没福报 死后下地狱 所以能行仁辱者 见者皆欢喜 别人看到你 起欢喜心 你才能够度他 冤家舍独心 皆生亲游想 连这个冤亲在主 看到你 都舍了独心 还不畏其他诚痴 然后生起 像亲密的感觉 看到你 像看到亲人 所以我们就 不思鬼道 也是修仁辱 然后恶人恶鬼 见皆欢喜 因为你修忍辱 不怕 然后别人看到 你这些恶鬼 看到你 你才可以度他 第三 一切诸如来 成就平等心 众生所归一 皆由行忍辱 所以每一个佛 能够成就 对众生的平等大悲心 众生愿意归一佛 归一奥弥陀佛 就是因为 生生世世 行忍辱的缘故 我们看到奥弥陀佛 好喜欢 我们看到 关心心不太 更喜欢 那都是因为 修忍辱来的 所以各位 现在别人找你 麻烦伤害你 你就要感谢他 因为有你 我才可以修忍辱 我才可以快速 成佛累积功德 所以修忍辱 不要花半毛钱 只要麻烦找你 你就可以修了 你就把它接受下来 没有关系 一切都是空无自信的 没什么关系 我关心的是 生死轮回 杜众生的问题 其他都是小问题 世故诸佛子 欲求无上道 唯物所依止 当兼顾忍辱 所以每一个佛弟子 你想要追求 无上菩提道 成佛 为所有众生来依止你 我们不是为了希望被依止 因为众生都在黑暗里面 你要拿个光明灯 赶快跑到我这边来 来这边有光明 为所有众生所依止处 地狱到鬼到 动物到人到 那你要兼顾忍辱 这个叫不退转 各位 这一辈子开始 都不要恨人 好不好 还可以生气了 先不要恨就好了 有些人叫你不要生气 很困难 先不要恨 对不对 不要恨 然后进一步修忍辱 有些人还会发脾气 但是发完他 他不恨 对不对 先修不恨 不害 不恨就不害 然后再来就修忍辱 修忍辱 那你就按照修忍辱的观照 前面的第二题上 有写一些人辱观照的方法 然后呢 希望各位多看